那一部分想认出来的中国人来说啊 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台湾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台湾的犯罪率实在是太高了 哈? 欸小镇 你们移民搜索量破1亿耶 好多人想认出去耶 其实那不算新闻啦 早在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移民的搜索量 单日超过3亿的新闻出来 但是真正认出去的人的比例却非常少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移民手续上很困难吗 的确在手续上面 会比你们台湾稍微困难一点 但是从经验者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主要纠结的事情是 去哪个国家好 日本太小了 台湾呢又太破了 美国到处都是枪 去加拿大呢要创造条件 那我就来告诉大家 一般人不会告诉你的 怎样选认的目的地 而且绝对精准 在那个1亿的搜索量里面 大部分的中国人 如果说2023年要认的话 首选一定是北韩的 可是你之前不是说 如果可以选的话 你想认去台湾吗 对啊 我是做过这样的影片 但是我今天这支影片呢 是对另一部分中国人说的 所以看完今天的影片呢 你就知道 到底是哪一部分人 然后他们又为什么要首选北韩 而最讨厌台湾 嗯 对于那一部分想认的人来说呢 北韩可以满足他们所有的诉求 就光我们频道啊 每天就有很多想认出来的人发来邮件嘛 我也跟一些在中国生活的朋友做了一些了解 除了超级富豪马云这种 不需要想太多 哪里都能去的人以外 大家想认的 直接原因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 对之前特色管理产生的不安 很害怕再次被特色管理 很多中国人呢 其实最不想去的就是台湾 为什么 后面我们就会讲到 再有就是最担忧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万一老人跟小孩生病 就医困难 当时就有一个财经界的名人 他的母亲就是因为被挡在医院外面 然后延误了救治 所以往生了 所以呢 大家害怕被再一次特色管理 所以想认出去 那其实呢 北韩就做的很出色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房贷还有车贷压力很大 一旦工作遇到了一些意外 可能会还不上贷款 那对自己的生活呢 就会造成更大的不便 所以呢 他们就想认去一个 生活压力不要那么大的国家 比方说在日本生活压力就小很多 富丹太太也知道嘛 我在日本买的楼跟车子 都比上海便宜很多 都不需要贷款 那其实呢 去北韩生活的话 念书是免费的 工作还是包分配的 这方面呢 比我们在日本 需要靠自己去自力更生的这种艰辛啊 还要更舒服 那第三点呢 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食品安全的问题啊 这些 那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雾霾问题 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 最近又爆出来 就吃的食物啊 都是海克斯科技 那些化学品调制而成的 嗯 我们从很多中国的博主啊 分享的北韩旅行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北韩呢 不仅环境非常的干净 而且也有中国人非常自豪的高楼啊 这些 那他们的食物呢 是由国家严格把控 非常的安全 除此之外呢 北韩也是一个全民免费健保的国家 就这一点哦 你放在世界上面来看 也是做的非常的优秀 对比台湾还要优秀 台湾还没有到可以免费 所以说如果你的诉求主要是以上那三点的话 北韩呢 就足够可以满足要求了 诶 可是北韩给你们论吗 当然啦 在中国呢 只要花几万块钱人民币 就可以办得出北韩的护照 诶 而且呢 我们上海现在的宣传部长 也是留学北韩 从朝鲜金日成中和大学毕业 然后呢 一直是在北韩从事记者工作的 你们还可以去这种国家留学工作 那当然啦 而且不只是北韩哦 就我自己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 他是某位高级领导的儿子 他呢 就是从古巴留学回来的海归 哦 海归我知道 北韩也是一直开放我们中国人 去投资的国家 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北韩的投资指南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了解一下 诶 可是北韩跟你们一样 资讯不透明耶 你说的健保啊什么的 能享受到这样服务的人 要么就是有背景 要么就是用钱买关系 用特权 对啊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啊 从心里就认为 这是成年人应该要懂 而且要会的事情 嗯 我自己也是在中国 靠这些东西 活到认出来的 诶 那你是说 在中国 邪门外道很管用 所以这个思想 套用在日本的话 中国人会活得很痛苦 对 他们脑袋里呢 就是不相信人与人 是有平等的关系 他们更愿意去相信 有的人会比其他人更平等 也不相信人会以善意去做事 他们坚信的是 人呢 是不会独立思考的 要做什么事情呢 一定是收了钱 或者是受人指使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说北韩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 因为可以满足他们所有的诉求 只要你遵守当地的法律 你就可以啪啪噪 刚刚也讲到了 如果入籍北韩的话 也仅仅就是几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实现了 好便宜哦 诶 这样听起来的话 北韩真的比你们中国好一点 可是你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影片说 就说你想要移民台湾 我们台湾人看了以后就觉得你说的很好 可是这次为什么 你又觉得说对那一部分的人来讲 移民台湾是最长的选择 因为对那部分中国人来说 台湾的犯罪率太高了 诶 可是台湾被评为全球犯罪率第二低的国家 你说的那个是世界公认的标准 那确实是犯罪率是世界第二低 那我也知道 但是我说的是 按照中国的法律作为标准 你们的台湾犯罪率呢太高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在你们台湾 非法的APP是泛滥的 什么是非法的APP 在中国啊 YouTube是非法的APP 如果呢你在手机里安装了这个YouTube的话 那你搭电车或者走在马路上面 刚好遇到警察叔叔 一个人一个人的检查 然后被抓到你有用YouTube你就危险了 那你意思是说 如果说看涉图日记或者是小灯在日本的话 那就会惹上麻烦吗 有可能哦 你看在你们台湾呢 人人都可以看YouTube 还可以在YouTube上做自己的影片 对于那一部分中国人来说呢 你们就是在做很危险的事情 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 你们这叫反动 反动 可是这样听你讲下来 你说的这些 在台湾的法律上是合法的 根本就不是算什么违法的事情 大家都是很正常的在使用这些东西 台湾人在台湾啊 是遵守台湾当地的法律没有错啦 就像台湾人在日本是遵守日本的法律 日本人在日本也是遵守日本的法律 对 但是中国人呢在任何的国家 他除了要遵守当地的国家的法律以外 还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哈 可是国家不一样法律不一样耶 当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一定会优先遵守中国的法律 你们当今圣上管得还真宽耶 比方说我在日本嘛 之前不是就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认出我 他不是就警告嘛 说你做这个YouTube是违法的 你要好自为之 但是如果你好好问他 请问我违反了日本的哪一条法律 他是说不出来的嘛 因为在日本是合法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所以你们中国的法律可以管到其他的国家吗 那之前不是就有新闻出来吗 中国的警察在日本东京就设有派出所 那而且到今年7月份 这些海外的中国警察 已经在欧洲的26个都市 北南美的6个都市 亚洲的5个都市 使用了威胁的手段 强制遣返了23万人 那正因为是这样呢 很多中国人呢 是一直处于要同时遵守两国的法律 好累哦 并且在法律相互冲突的时候 优先去遵守中国的法律 我的妈呀 我个人是觉得 像这类人呢 如果去了日本啊 或者是台湾 不管是对当地人也好 还是对于自己也好 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说到这些我忽然想到 就是如果你们去台湾的话 因为语言相通嘛 你们还会被洗脑 那更危险了 台湾人很容易让你们去融入台湾的社会 然后我们有很多美食课啊 什么网路课啊 然后一点点让你们学会当台湾人 就是被你们影响 哦 那我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主要体现在体重上面 嗯 那说回来 正因为他们认为 在两个国家的法律冲突的时候 他们要优先遵守中国的法律 所以对于那些人来说呢 语言相通的台湾啊 看上去就是处处在犯罪 对人人都是罪犯 一分一秒都在犯罪 对啊 每分每秒都在犯罪 每分每秒都在犯罪 对于那部分中国人来说呢 如果认去了一个正常的国家 嗯 那他们自己首先就会过得很难受 就拿我们现在生活的日本来取利好了 我手里呢 就有一份日本阿公的传单 嗯 除了里面有他们的政策提案以外 还有一份问卷调查 他们会让你提出 对于工作啊经营啊生活啊 还有医疗养老 护养孩子教育等等 对于大阪市政府想要提出的一些诉求 同时呢 也对于疫情的管理的一些措施 像你询问有没有什么困扰 再有呢就是对于道路啊公园 电车还有巴士等等 这些公共设施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把你的希望能够写在这里 那反面其实还有 因为太多了我就不全部讲了 也就是说呢 无论你的工作还是生活 还是脚下的一草一木 还是公共设施 这一切呢都与你有关 对 在那些中国人的心里面 日本阿公向你询问的这些诉求 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只是觉得想认去一个 这些事情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而已 还没有想过处理的好不好 是需要他们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尽自己的义务 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没有合格的公民 哪里来合格的党去为你服务 所以呢就想对2023年享认的这些人说 在选择去哪里的时候 不是去看那些国家的优劣 什么日本太小啦 台湾太破啦 美国都是枪支 去加拿大要去创造条件 最重要的不是去考虑那些方面的事情 而是你要在人生当中 再一次做一个选择 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还是做一颗茁壮成长的韭菜 对吧 dark 枇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